对的 没问题 那好 尊敬的王老师 还有尊敬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来 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的杰出教授 王清佳老师 为我们讲授一个 关于中国和日本史学现代化的 这样的一个题目 在这个王老师开讲之前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王老师 王清佳老师 是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的杰出教授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这个杰出教授 事实上是一个荣誉很高的一个头衔 在美国 只有学业顶尖的这样的教授才能授予杰出教授的 这种存好 那么我同时得知四川大学 他们对人文社会科学也凭杰出教授 这个杰出教授在中国的这个待遇就相当于理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这个工程学院的院士 这个荣誉 待遇都是非常高的 那么除了这个杰出教授这个头衔之外呢 王老师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这个长江学者讲授教授 王老师呢 这个已经出版这个中文学术著作一共是十二部 英文学术专著有八本 并受邀主编的这个四卷本的巨著史学要及这个选读 这本书啊 在国际史学史啊 这个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此外呢 王老师还长期担任国民国际啊 著名期刊啊 这个 Chinese Study in History 是这个期刊的主编 王老师同时是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的理事 这个理事啊 全球一共才十二个人啊 并且王老师在2005到2015年 这十年间呢 担任这个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理事会的这个秘书长 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的海外编文啊 有这么众多的这个学术兼职 和这个学术头衔啊 各位听众可能也都知道 王清佳老师啊 是这个史学理论和这个西方史学史啊 不能说是西方 是世界史学史啊 这个领域内的这个权威学者啊 下面呢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清佳老师啊 欢迎王清佳老师为我们啊 这个开讲 谢谢 哎呀 巩固啊 你真是太客气了 就是 把我把我这个讲得太好了 这是很多意美之词啊 我不过也要稍微说一下 因为我那个年纪也上去了 当然中美的这个关系也有不一样的这个一个发展 我从北 我这个北大长江蒋座教授从去年开始停止了 然后那个那个其他的有些职务也不担任了 但是我还是担任那个中国历史学 我把它称作中国历史学这个一个英文杂志的那个主编 那从08年开始一直一直在做 然后我还在从事一些其他的这些这个研究和出版的一些工作 啊 那个 我我是这样了啊 这个我选这个题目 来给大家讲我想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个 只有两个原因吧 一个是这个中国跟日本啊 虽然很相近啊 然后这个文化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有很多交流 但是呢 对其实对日本这个史学的这个发展 还是研究不够多的啊 我待会要举一个例子啊 然后那个 另外一个原因呢 当然是因为这个 好像东北啊 这个我的印象是对日本史的研究啊 还是相对来说 信息比较浓的啊 在全国范围来说的话是做的比较杰出的 所以我也想这个在这里 班门诺斧啊 那个一方面啊 这个分享一些 一下我这个对日本史学发展的一些心得 同时也希望得到这个在座的内行啊 专家的这个执政 跟大家一起交流啊 啊 我这个题目是中日史学现代化的这个意图 我现在已经那个分享了这个屏幕 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王老师 可以看到 那么我先讲一下就是说那个中国对日本史学的那个相对来说不够重视的一个情况 那我举个例子的就是三十年代那个周一良先生的周一良大家都知道他是出生那个名门世家 他的日语呢 是从小当时是他是一直在家里受教育啊 然后那个日语的话是请了那个日本人到家里来帮他上的 所以他是日语是在他们这一代人里面来说的话是相当是杰出的 后来他到美国去留学在哈佛大学东亚系留学的时候 正好是就是这个二战当中吧 他还被美国这个请去美军请去给啊给他们上这个日语课啊 那么他在这个本科读书的时候呢完成了一本啊一篇论文啊 那就是他的说应该是学士论文啊 就是写的是日本的这个大日本史的史学这个研究 后来这个收入他这个周一良这个集啊 那是98年但他那个论文应该是在30年代完成的啊 那么他在这个论文的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一点 他说近年我国学术界颇能留意欧美各国举办政治社会经济学术等 摸布专精探讨啊成就作然啊 但是呢对相距最近关系之最深至日本的反思默然啊 那么这个情况呢当然后来有很大的改变 像北大的话有那个沈仁安啊 啊还有另一位这个教授啊 做了不少到宋承友啊 宋承友在这个改开放以后呢啊 对日本史学的这个研究 也翻译了这个日本的有一本比较重要的 叫日本的修史与史学版本太郎的一个著作啊 啊那之后的好像研究日本史学史的还是有人 但是并不那么特别的这个系统啊 最近应该说非常最近的话 那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从日本这个留学归来啊 对日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史学 跟现代都有一些都有一些研究 但是对这个日本史学的这个 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些啊 这个情形的好像研究不是特别多 那我呢其实在前面的这个十多年里面呢 对这一方面的是相对比较关注的 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 那个当时跟那个伊格尔斯先生一起合作 写那个全球史学史 那时候呢我负责这个东亚还有中东这个部分 所以我不但是那个讲那个中国史学的变化 同时也注意到这个啊 日本这个史学现代化的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那本书是从18世纪到现在 所以主要是讨论这个就是现代化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啊 那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啊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还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我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这个啊 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啊 那么我想一开始我想谈一下就是日本人自己对 他们这个史学现代化的一个认识啊 那么主要一本杂志叫史学杂志啊 那是在1889年 所以在我是引用的一段话 那是在要注意这个年代啊 这个年代是1939年 那正好是日本帝国可以说是最啊 最这个这个这个发达的这个时候啊 也是他们最得意的这个时候 那么当时的一些日本史学家这个人应该是叫金锦登志喜啊 他在这个日本史学会编的这个本邦史学史论 从这个里边的就提到了非常骄傲的啊 就提到了说日本史学的那个现代化这个过程啊 或者说职业化的这个过程啊 跟那个西方可以说是齐头并进 那这一点我们其实也应该说不得不承认 但我们要回答的是一个就是原因 为什么能够啊走的这么快啊 应该说啊 他就说这个因为史学的这个专业化 历史研究这个专业化职业化对吧 以这个学会的成立跟那个啊 专业杂志的这个史学杂志的出版啊 是一般来说是这个两条来说的话啊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 那么他们也从这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1859年这个德意志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德国啊 只有德意志 因为德国到1871年是吧 在扑巴战争之后才建立起来 在德意志就建立了这个历史的一个学会 然后就出版了这个历史杂志 叫Historisch Zeitgeschäft 1859年 其实在丹麦可能在1844年就已经出版了这个历史的专业杂志 那么德国的德国那个1859年的那一本的一个 一般被视作这个啊 世界专业化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一个开端来看待 然后呢 法国呢 在有这个出版后来出版的那个历史评论 然后呢 这个 英国呢在1886年啊 出版了 现在还一直在还在出版的叫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886年 然后呢 那美国历史评论啊 现在大家来看着啊 在国际时间 美国历史评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刊物 但是美国历史评论一定是要迟到 迟至1895年 才正式出版 在这之前是一个 美国历史评论的一个一个通讯啊 所以 这个登基里登基里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那个史学杂志 其实这个史学杂志这个名称 就是那个历史杂志 就是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因为历史本身是可以翻译成 啊 在西文里面啊 历史 这个这个history或者 或者是那个histoire 对吧 都可以翻译成历史或者史学啊 那日本当时就翻译成这个史学杂志啊 那我没找到他第一版的那个照片 我找了这个 就是后面的这个照片 那这个史学杂志 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 啊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一个刊物 然后还要更重要一点 我想研究日本这个史学史人 可能比较注意到一点 就是他这个每 每年的这个第五期 啊 第五期他都会发表那个一组文章 来这个回顾这一年来 日本这个史学界 对各个领域的啊 研究的一个中数 那比较古代史 中史基史啊 那当然日本这个啊 这个这个 也分成各几个时代来讨论 那还会加入一些新的 比如像现在是 妇女史的研究 性别史的研究 对吧 环境史的研究 所以经常就是 如果我们要回顾 或者说是研究 日本史学发展的话呢 看这个史学杂志的这个中论性的这个文章 每年的这个第五卷 我也知道有一些这个留学日本的一些一些 啊 中国学生 他们也告诉我 这个第五卷 他们经常是必读的 这样可以了解啊 那这个部分 他们一直从可以 从本世纪初 啊 从上世纪初就开始做 所以这个史学杂志的那个 第五卷的那个 啊 还是比较重要的 啊 整个杂志来说是比较重要 那么 就是说 史学杂志是1889年 是1859 1889 30年之后 为什么日本能够啊 跟西方史学这个职业化 齐头并进 因为我顺便说一下 中国的这个史学专业杂志 和史学会的成立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 那朱西祖 大家都知道 他担任过北大史学系主任啊 那是在20世纪的初年 那么后来他就 建议成立中国史学会 好像也成立了 但是呢 没有出版这个专业的这个杂志 后来的这个专业杂志 根据那个北市大的那个 张岳老师的这个研究 啊 这个中国的史学专业杂志呢 应该说是到1928年 29年那时候才正式出版 前面呢 有史蒂学报 啊 那是北京师范大学 那当时叫高师对吧 还有就是那个啊 胡适他们回来以后 就办了那个研究所 在把国学研究所 他们出版国学期刊 这两个方面 但是大家知道国学的话 应该说不是那个 就是专门以这个历史 为目的出版的这本一本 一本杂志 然后史蒂学报 那当然也还是跟地理一起放在一起 所以当时中国的一个 专门的史学刊物这个出版 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啊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啊 我稍微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日本这个对 德意志史学啊 特别的热衷 特别是对兰克史学 兰克学态特别热衷 我觉得有一个 所以我的这个讲座灾压里面我提到 我们要分析这个原因的话 我们可以从那个中国啊 日本本身这个传统 中国的传统 加上这个西方史学这个影响 三者来谈这个日本啊 这个史学现代化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这个不同啊 那么也是在差不多一八三 一九三九年的这个时候呢 日本的这个汉学界啊 所以他们叫看 看学者啊 编了一套啊 书叫近视日本的母学 延波书店出版 那个1939年那个里边 有一篇文章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讲了这个日本这个汉学 或者说日本学术 日本的汉学 其实跟那个日本学术 至少在那个年代 还是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他就提到了 有几个学派 有折中学派 有考证学派 那么这个中三九四郎呢 就在考证学概说 这篇文章里边 他就提到了这么一点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这个中日学术交流 有一个时间差 有一个时间差 他指出他说 概与中国流行之学术文章风起 过一百年 甚至百数年 一百多年 乃至二百年 而嫌疑本帮者 长业 经常是 这是经常的一个一件事情 他说考证学也一样 清初的顾炎五毛七零 已经开始提倡这个考证 考据证明 实事求是这个 经百余年 我帮儒者 才开始注意倡道 经一百数年 颇广泛 广泛传播流行于本帮学界 那这个就是说 从年代来说 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如果 对这个前家的吧 前家学派 那前家学派 最流行的这个时代 基本上是在 这个 就是清朝的所谓的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清朝的这个 乾隆这个时代 乾隆这个时代是 是 一八三几年 到一八九几年 因为乾隆 差不多有六十年 对吧 然后 就是在 十八世纪 这个 十八世纪的 下半叶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 这个年代 那么如果你算一下 一百年之后 那差不多一百年 或者五六十年之后 那应该说是在 这个日本到 这个考证学 比较发达这个年代呢 是在十九世纪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我认为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契机 就是中国史学 对他们的影响 那中国史学 但前面还有 还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这个 明治这个 维新 一八六八年之后 日本当时要重新 写作历史 那这个 做法本身是跟那个 中国史学 修传 那个正史的 这个传统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里边呢 有 有几层这个原因 对吧 所以我就说 日本这个 在 十九世纪的时候 考据学 在日本走向了 盛起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有几个学者 我不会特别的 这个讨论 他们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论述 但是有几个学者 可以 我引了一些 他们的这个 这个论述吧 对吧 手骨业债 对吧 他说到这个 因为他们 为什么考据学 在这个 这么重要呢 我觉得是有关系 因为在 德川家康 在的之前 当然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整个日本的 这个走向的 一个统一 对吧 有三大 这个统一者 对吧 那个 德川家康 最后是完成了 统一 在一八 一六零三年 在统一之后 他是接受了 很快就接受了 这个中国的 这个儒家文化 作为他们 这个 治国的一个 主要的 一个 一个意识形态 那么 这个原因 在什么地方 他就主要 从体现在 在这个社会层面的话 就是很强调 所谓的这个 市民社会 市民就是 市农工商 到现在为止 日本人 这个传统 日本人 他会说 市农工商 对吧 但是这个 唯一的 跟中国的 比较 唯一的 或者说 比较重要的 一个差别 他这个市农工商 农事放在第二位 对吧 这完全从 汉代以来 中国文化的 这个一个 一个传统 中国社会 一个结构 那这个 市的话 在日本 跟中国文化 是不一样 中国等于是 文人 对吧 是那些科举 中了科举的 一些文人 但是在日本 就是武士 对吧 所以这个是 一个不同的 但是呢 从地位来说的话 是一样的 商人是在最后 那么 但是这个时候 日本在接受 这个辱学 那晚三真男 他们都谈到 这个问题 就是在 德川家康 德川幕府 这个时代 这个 日本的 这个辱学 或者中国的辱学 在日本是走向了 一个黄金的 一个时代 那这个跟 那个德川家康 极其 门人 极其 那个 其他的 那些 那些 番薯 对 这个辱学的 这个提倡 那么这个辱学提倡 当然这个原因是 大家都清楚 因为如果能够 每一个社会能够 坚持这个 市民的话 市民工商 这个秩序的话 那是对 统治者来说的话 是非常容易 统治的 这么一个 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里边 有一个 社会的一个原因 那么 但是不管怎么样 是辱学走向的圣基 所以不单是 德川家康本人 还有他的 其他姓德川的 一些人 像水护帆啊什么 都请了那个 这个辱学者 有的就是汉人 对吧 那个 来做 那个 他们的这个 幕僚 或者说是 主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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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 主要的一个 一个 或者说 是一个 那么 像 这个 朱胜水 你要知道 在东大的 那个东京大学 本部的校园里边 还是有 朱胜水的 那个 那个 雕像 所以当时 这日本的这个 但是到了 就是说 这个很慢的 才接受 那么 德川 时期是从 1603年 一直到 1868 那么 这个 到了19世纪 德运萨的19世纪 上半夜开始 考剧学呢 才从 中国传到了日本 那么就开始 讨论这个 那么我是说 这个辱学 这个传统 在日本的接受啊 基本上是 宋明理学 这个传统 那么 宋明理学 这个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他们对 这个儒家的经典 这个儒家文化 做了很多的 这个诠释 很多这个诠释 基本上是有一点 经文经学的 这么一个传统 那么到了这个 19世纪 考虑走向 盛期的时候 向他们讨论的 一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 对 不屑这个 宋明理器 我对 是古啊 所以我对这个 古代的这个古物 和古文 对吧 特别是这个 要特别的 想热衷去 收集 所以你看 文化年间 在1804到1818年的时候 学术的风气 是想一改 圆明人的这个 无根空莽之学 那这个就是跟 顾炎武在清初啊 这个口号是一样的 顾炎武不就是 谈到叫博学语文 对吧 博学语文 博学语文 就是说要 回到这个传统 那么 当时清初的一些学者 提倡考虑 一些中国的一些学者 也就是说这个 明代 明代这个文化 是叫什么 这个油滩无根 对吧 就是说 还是跟那个 比较空书 空泛 那么这一点 跟杨明的这个 学派的这个流行 是很大的关系 那杨明 特别是杨明后学 像王耿啊 一些一些人物 他们其实 应该从对 对乳学的这个社会 这个传播来说的话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他们 本身其实不是那种 饱读经书的 那些 文人 而是一些 很愿意去聚众讨论 就是说 或者空泛 我们是现在用比较 这个负面的话 就是空泛来讨论的 这个 他们当时的听众 是非常之多的 那杨明学的这个 对日本这个文化 也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但是呢 我这里要梳理的是 这个考据学 在日本的这个盛期 那首谷也在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人物 接下来有他的名声 所谓港本 宝校 那其弟子呢 就是牧村正词 牧村正词 其实参加了日本 这个1868年之后 那个修士馆 他也编辑了这个书 所以这样考据学 是有一个传统下来 那么后面 还有一些考据学家 松崎 这个签堂 安景 西宣 然后呢 他们在什么 在昌平板学问所 那是东京大学 在1877年 成立的时候 他是综合了三所学校 在昌平板 这个学问所的里边的 这个授学 其弟子之一 就是从严安逸 从严安逸这个人 非常之重要 他后来变成修士馆的 这个第二把手 副边修 但是他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因为这个正边修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政府的 关于这个兼职 这一点也很像 这个中国的这个 正史的这个传统 对吧 中国的正史这个传统 经常就是说 这个正史 即使你明史的 这个主编 往往是一个宰相 那其实他不是在 在正史做这个 编史这个工作 那么从严安逸 是里边最重要的原因 我接下来还有提到 也不是我注意到他 其他的这个日本学者 研究日本史学的 这个日本学 对从严安逸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从严安逸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一个考据学者 他是一脉箱子 这么过来的 当然这个考据学啊 应该说并不是 这个日本到了 十九世纪 最 就是唯一的一个学派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流派 但是并不是 唯一的一个流派 因为当时这个 也有一个新的一个流派 我在其他的文章里面 也提到的 就是说考据学之外 还有一所谓 折中学派 那你们看这个 折中学派 这个称呼本身 就是说他们想 折中 就是说寿命理学 跟那个考据学的 里面来做一个平衡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流派 但是考据学 无疑在十九世纪的 这个上半年 在日本呢 是走向了一个盛期 这是很有 很非常重要的 那么相对而言 我就指出这一点 就是这个是一个 异同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十九世纪的 这个中国的考据学 疯狂不在 当然前家庆年间 是到了十九世纪 这个上半年 那基本上 到了十九世纪 这个初业 在日本这个考据学 走向那个盛期的时候 相对而言 中国的这个考据学 已经开始 走向没落 那主要是一些 批评者的出现 那重要的就是一个 长州学派 长州学派 那么 然后当然还有 方东书就写了一本 非常重要的著作 他就叫汉学商对 这个著作就是 全面的批评 这个考据学这个传统 那么我这里边 其实还要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像那个 这个龚之珍 龚之珍的外祖父 其实是一个考据学的 这个这个大价 但是龚之珍 后来变成 经文经学的 主要的倡导者 那这个里边的原因 跟中国的一个原因 跟社会背景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当时 就是上半夜开始 一方面考据学本身 这种考考据据的 斗丁之学 开始呢 大家认为 都做的一定有点过分了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中国当时的 这个边疆 已经受到了一定的 这个压力 外敌的一些压力 所以大家希望能够 看到更实用的 一个一种一种学问 那边疆史地的这个发展 其实也在1970上半夜开始 所以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用那个 所谓的这个 余音声提倡这个 内在理论 内在理论发展 就是说 这个本身这个 考据学对宋明理学 这个批评 到了1970上半夜 有所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势头有所降落 那么同时呢 如果说外在的这个因素 来再讨论的话 外在因素 我刚才就提到 就是说 这个 清朝 其实你像鸦片进来 也就是在 19世纪 这个初年就已经进来 在嘉庆年间就进来 道光皇帝开始 就进那个 鸦片 所以当时中国已经 受到了一些 外地压力 就是应该说是 从那个 乾隆之后啊 乾隆的这个 1893年 大家也知道 这个 马格尔尼放华 对吧 当时 以这个 为乾隆祝寿为名 已经想 向 清廷提出 要开放门户 对吧 当然这个乾隆是 是没有答应他 对吧 但是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当时中国 已经受到了这个 西方 强权的一些 这个 冲击 所以这个原因 有很大的关系 那 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当不同的 就是日本是考据一些 在19世纪上半夜 走向的盛起 那么 这个中国的考据学 开始呢 有所衰落 那么这个 我认为是影响了 这个日本 学者 像崇严安逸等人 牧生正式等人 对这个 西方史学的 一种吸收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立场 那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这样 其实西方史学 我们中文和日文 都没有这个 复述 对吧 其实西方史学 应该是一个 一个复述的 因为他有各种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流派 和观念 那么你去吸收什么 吸收哪个部分 你是吸收 南克学派 强调这个 这个考证史料 还是你去吸收 像那个 这个 历史观 所以后来这个中国 二十世纪 这个历史学的发展 原来把它分作为 由史观学派 跟史料学派 对吧 你是吸收 哪一个 那是跟你本身的 这个兴趣是有点关系 跟你本身文化传承 是有点关系 所以我强调 这个考试的传统 在中国跟日本的 这个不同 我想强调就是说 这个你的文化的 这个 这个 互动 要有一种对接 这个对接 是跟你本身的 这个 这个文化 这个需求 是有点很大的关系 那日本史学 特别注重 跟南克史学的 这种一种 接受和对接 那是跟他们 这个 十九世纪考试学的 这个传统 有很大的关系 那日本 那中国的话 正好是相反 像通知中开始 一直到康尤伟 梁启超 当然是比较 比较博学 那是康尤伟 很明显 就是一个 从经文经学 这个传统 然后后来又改革 这个经文经学 应该说是走的是什么 史观学派 这个道路 一直要到 胡适他们回来 才开始 把这个史料学派 才又回来 是吧 这个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不一样的 一个地方 就是十九世纪 这个发展 就是说 中日开始这个发展 应该说 走向了 两条不一样的 这个方向 那接下来 我要谈的 就是这样 我就已经 刚才去提到一点 就是说 那相对 十九世纪 中越这个时候 就是日本史学 受到西方史学 影响的这个时候 那么 十九世纪的时候 中越的时候 日本考据学 走向了这个 盛期 而中国的话 以两个人为代表 那就是龚之正 魏远 对吧 他们是这个 应该是学术的 这个一个 比较先进的 这个人物 但是呢 他们当时 已经是比较 强调精识之用 要比较 尊从那个 经文经学 这个传统 离开了考据 这个传统 所以我说 龚之正的这个表现 是最为典型的 因为他的外出 段宜才 段宜才是 那个考据的 一个大师 他当时的 所受的教育 很明显 是一个考据学 这个教育 然后他那个 中举的时候 他的考官 又是王颖之 对吧 王颖之 这个父子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在江苏高游 那里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考据学的 这个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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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应该说 但是他后来 就是跟从刘红路 那就是长州学派 那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以前的 前普林顺大学这个教授 艾尔曼教授的这个著作 艾尔曼教授写过两本著作 一本就是 第一本著作 就是翻译成中文吧 从理学到普学 其实就谈到了这个 考据学的这个衰落 而因为考据学的兴起 从理学到普学 那后来又写了一本书 就是写的就是长州学派 我不知道中文的这个翻译是什么 就是说其实 他提到了这个考据学的 这个在中国的衰落 那刘凤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学家 那么他就是 那个刘凤露就已经提出所谓的这个三十所 所见所闻所传闻 从那个论语和一些这个中国 就是儒家的经典里面提出的 对吧 他们认为这个三十所后来又被康有为改造鬼 成为一种进华论 那就是这个所见所闻所传闻 从智识到衰识到乱识 那这个本身其实在静文经的这个传统里面 从这个流星开始 已经开始有一点这样的一些想法 但是康有为呢 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改造 他写的两本书 新学伟经考和孔子 孔子改制考 所以把孔子改造成一个什么 改造成一个改革家 是个与时俱进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说有三世对吧 那么那么就是说 每个世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他就是他提出了所谓这个 巨乱是生平时和太平时 所以我的解读是 他要想改造中国的这个历史观 也其实改造这个孔子本人的那个 这个形象 从一个向后看的 说不做的对吧 孔子一般被人称作是一个向后看的 要要维持这个文化传承的 这么一个人物 变成了一个一个改革家 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向 这个这个清廷 这个要求变法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 很很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那么到了这个甲午战后 甲午战后那个杨务运动的走向的中间 大家知道杨务运动是从1861年开始 对吧 但是第二次亚务运动之后 清廷已经觉得就不可能 这个特别是同志开始 然后到后来到光绪的 这个时候就说 在第二次亚务运动之后 清廷已经觉得这个不改革是不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开始了 那是到甲午战争战败 这个就是日本也是在1868年 比中国的1861年还晚七八年 在也开始的所谓的这个西方化这个运动 但是两人两国后来到甲午189495年时候 交战 那失败 那失败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 那么严谱本人都知道是杨务运动的产物 没有杨务运动他不可能去 去苏格兰流血 但他回来以后的 他本来是应该被训练成一个军官的 但他就是翻译了一些进华人的这些书籍 就是当时就是一下子对于我可以这么说 等于是把这个史官学派 从康尹为那里又推向 那就是接受了这个西方的进华论 那还是一个历史理论 对吧 那考剧学那个时候 几乎就没有什么什么重要性 那就是静文经完全是这个一个传统 等于说主宰了中国这个学术的发展 当时他翻译的用了一些字眼 叫物竞天则试则生存 那胡适的这个这个名字 是就是从从这里 就进华论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之 这个盛行的 那么但是通过进华论 我说史论是有发展对吧 但是严谱本人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把这个进华的引到了中国 当然进华引到中国前面 康约维啊梁启超他们已经开始做了 但严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当然这个我不用多说了 但是在史学或者说历史书写这个层面 那重要的人物 那是谁吧 一开始是他们几个人物 是几个日本的汉学家 特别是纳科通史 1895年写作了支纳通史 其实支纳这个字啊 现在当然支纳这个字非常有贬义的 就是在英文里面啊 但日本本身这个支纳这个字 现在都是不能用的 但是支纳本身是从西纳过来的 那西纳是什么呢 就是SINA对吧 或者是SHINA 西纳本身是其实是那个 这个这个拉丁文来自中国 所以一开始来说的话 当然日本从以前把中国称之为 比较中土啊东土啊 都是比较比较正面的 把它翻成这个支纳本身 它是有一个想西方化的一个一个过程 那当然如果说中国是中土的话 那当然还承认中国嘛 对吧 他是在边缘 他们在他这个中国在中国 那么到了用支纳 那当然本身是接受了西方这个一个学术 一个话语 那么后来这个支纳这个是越来越贬义的 对吧 那不管怎么样 在那个年代 纳科通的1895年 自称专次郎呢 还有桑远智障的这个 这些都是在189几年 96年 97年开始 流传到中国 那么纳科通史这本书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它是用汉文写的 自称专次郎的那个支纳史 跟桑远智障的东洋史的 也是这个汉文汉字比较多 所以大家一般看看的话呢 从目录没有学过日语的话 一般看看还是大致能够知道 那么它这个影响在什么地方 这个影响就是说 他们用这个进化论的这个观点 把这个中国历史的这个发展 一通到底 特别是东洋 这个支纳史跟桑远智障的东洋史 它一直写到清朝 但它这个篇幅又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个就是从进化论来讨论 这个中国历史从上古 他们还分起上古中古进古 或者或者等等 这个本身的这个这个研究 对中国这个学生来说 当时不是这下午之后 中国留学生去了日本很多很多 最高的时候在东京就有两万人 那当然还有郭莫罗啊 鲁迅啊等等 包括这个朱祁祖 他们都在日本留学 他们当时就把这些著作就翻译成 像纳克通史这个支纳通史 后来就是被柳宜征的重新改写了一下 他虽然是纳克通史的话 这个中文的表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柳宜征还是做了一些一些新的这个 但纳克通史其实没有写到这个 一直写到清朝 他基本上写到元朝 那他的基本的这个做法 还是根据中国的证实来做的 但他这个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他们用进化论这个角度 来重写中国历史 把中国的历史看成是一个 当然他没有说一直在进化 说中国历史有一个写作通史的这么一个做法 那这个通呢 也提到中国历史的不断的演化 因为最好不要说进化 演化或者比较更好一点 但是在中国人来说的话 可以说是有点耳目于心的 因为中国这个通史的写作 除了这个这个这个资质通建之外 那通知啊什么 但他们这个不是那个正式的 正式的话我们都是淘代史 对吧 是断代史 所以他们能够一起一通到底 应该说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学者来说的话 后来这些书后来就变成了那个清朝 不是后来进行学制改革 把那些这个著作呢 有的著作就是参照他们这个著作 就变成了这个历史教科书 所以通过这个教科书通过这些著作这个流行 进化论这个理论 作为一个史学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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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 开始呢下沉到了一般的这个民众 那么中国人当时商务运收馆啊 也开始写作同样 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的需要对吧 也开始作同样这个这个努力 那么主要的两个人物啊 就是一个是夏真佑 一个是刘石培 都写了这个啊 类似的中国历史的一个通史的这个著作 那我们现在当然对他们两人这个著作 有很多的研究 特别是像这个 这个我的我的我的这个母校啊 华同师大的几个学生 对他们著作做了很多的研究 但是如果你比较 夏真佑刘石培 他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跟那个纳科通史跟特别是跟 赤村赤村赤村赤郎的赤纳史相比的话 就是他们没有通道底 下次又写差不多写到这个唐朝 刘石培后来因为有其他的这个是根本就写到唐朝都不到 所以他没有做到这个这个通通史 那么这个原因呢我想可能就两个 一个是他们本身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知识的话 还是相当之丰富 所以有的时候写的时候 可能就啊 没有办法像日本人这么简化 那而且他们当时对日本的 他为什么要去写这个啊 以差不多方式去写这个教科书啊 历史教科书也是因为他们觉得日本的这个学者写的太简化了 但问题在你一简化有它的必要性 你能够把整个的这个啊历史勾勒出 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做成功 那么还有一个湖南学生 他应该是对他的这个背景 我们不是特别了解 叫曾坤华 他的一个湖南人 但是他呢去了那个啊 日本留学 当时他就提出啊 但他也开始尝试写那个中国历史教科书 但他就是没有根本就没有写了一点点 然后就没有 但他写了一个叫中国这个历史的这个所谓中国这个啊 这个发刊词 发刊词里面他就提出 知那这个字 他没有说这个知那这个是特别不好 然后知那这个字其实没有中国更好 然后就说把这个这个 所以你说说中国这个概念啊 现在西方人其实啊 西方现代学界啊 对中国这个概念啊 包括葛的 葛昭光先生 这个都是西方的 当然中国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葛昭光先生写过那个 宅子中国对吧 讨论这个中国的概念 那西方的学界 汉学界啊 基本上都会认为这个中国这个概念 来用中国写中国史 或者说用中国这个概念 基本上是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年开始 那曾坤华这个提出 要用中国来取代知那来称呼 我们这个国家啊 那是1903年 还是1905年 差不多就是1903 0305年这个时候 所以当时就说 其实这个是对于史学观念来说 是很大一个变化 因为以前的话 我们是汉人 对吧 汉为什么是汉 那就是因为有汉朝 那么汉人 那还有在西方就称作 汉人 对吧 当时中国就是这个本身 这个中国人这个概念 那还是一个 是一个后来 应该说是一个现代 逐步这个形塑的这么一个概念出来 那当真空化的这个重要性是比较重要 但是可疑他们 他们三个人 他们对这个中国历史的这个改造是非常重要 关键这个改造非常重要 但是他们的这个著作其实相对而言的话 没有那个日本的这几本书 更有影响 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部分 那么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我其实用他们的例子 也证明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这个史学的这个改造 在一开始的有很多这个挫折 那么后面一本书当然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也不是一本书 它连载了 因为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之后 流亡日本 然后就开始那个编撰那个新民图报 那这一点呢 它跟那个日本的这个负责于己 是很大的关系的 负责于己是被日本称作为 不但是一个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流亡 而且也是日本所谓的 新闻业的一个支付 那梁启超呢 对他这个史学观念也有很多的吸收 那同时他也就是 办办这个一个一个报纸 当然这个报纸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新新式报纸 应该说这个传教士已经开始 在中国已经开始办了 那么他在日本办这个新民图报的时候 就连载了中国的新世界 那么他就提出世界革命的这个需要 那这个就是说 不但进化论 而且要用进化的观念 来 来讨论这个中国民族跟历史的这个发展 对吧 他是说 国民之民进也 他说学问中国是有的 但是这个 中国的史 你著作的写作 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军史 军主的军 是军史 而他要写的是冥史 那这个观念其实也是从负责渔记那里 有很大的关系 我待会要提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负责渔记对日本史的这个改造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我们要把整个的视角要转换过来 从原来写这个军主和他的这些大臣 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正史的写作 换成 讲那个民族的这个演化 那 梁启超这个人 这么这么著作 一般来说的话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这个 现代史学史上面 这么重要的 有人把它看成是这个 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 史学的那个 一个开端 知道吗 但他不是他唯一的一个人 那我们如果说 只是因为在 在这个国粹学报的时候 当时那个有一个黄节 也已经说到 中国要写黄史 为什么是黄呢 因为中国是黄种人 然后他也已经接受了 西方这个种族的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我们要写黄史 那就是中国民族的这个 这个发展 那么就是从民族 一个是民族 一个是民族进化 一个进化论 这个方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 有明显的这个推进 到了19世纪下半夜 到了这个 和上 这个 二十四世纪的初期 给你看大量的变化 那么相对 我又回到这个 日本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这个 中国的现代化 我如果说的 这个简单一点的话 中国史现代化 是走向了这个 史官的发展 这么一条道路 那日本的话呢 这里边问题 就相对比较复杂 那 这个传统里边 一个最早的 日本史这个传统 叫六国史 六国史 我说板本太郎 这个就是 沈仁安 宋成有他们翻译的 这个日本的 修史和史学 这个书里面 就提到了 这个六国史 其实是日本史学之源 那这个源 是从哪里来的呢 六国史 我你们细看的话 它有几本 都称作 实录 这个传统上 实录就是从 那个唐朝那边过来 编撰实录 对吧 中国的从 现在说是 起居住 对吧 然后是这个 实录 然后是编撰国史 中国的这个修史馆 史馆的 对吧 里边做的工作 主要是收集史料 做实录 到最后才 赚成一本证实 他经常这个赚 赚成证实 要到下一个朝代 他等于说 那实录 是留给 那个 那个后人的 一些史料的 这个保存 那六国史的话 当然有日本书记 这两本是比较早的 但后面的四本 基本上很明显的 可以写件书 当时的这个 日本受到唐朝 这个正史修传 这个传统的 深刻影响 但是后来这个唐朝 对日本的 这个文化影响 本身这个走向衰落 日本对日本文化影响 也开始走向衰落 开始示威之后 那日本又发展出 他们的新的 不一样的一个 思学编撰的一个传统 他们有很多这个 镜 这是我们说 镜子的镜 有很多以镜为 书名的这些 历史著作 这个这个编 编撰 叫做 乌七镜 就是五七镜的 等等之类的 水镜 等等之类 他们有 有很多本这样的 那么这个镜的本身 把这个以死为剑 对吧 把历史看成是镜子 本身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这个中国的 这个一个传统 那么到了这个 德川这个时代 那就是周一亮先生 研究这个大日本史 那就是在水湖翻 他们找了一批学者 开始翻 那么开始编这个 大日本史 他们是用这个通史 第一部这个日本的 这个通史 这个编的 编了很多年 然后篇幅也很大 但他们采用的 基本上倒不是 这个中国记转体 这个传统 而是用了这个司马光的 那个 这个编年级 这个这么一个编法 那这个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例证 就是说日本在 吸收乳穴的时候 因为他们到 17世纪上年 上半年才开始 把乳穴 作为一个主要的 官方意识形态 所以他们当时 吸收主要是 这个宋明理学 这个传统 所以他们的史学界 也是基本上 这么这么一个传统 那么 到1868年 民主政府成立 第二年 1869年 天皇 但这个天皇 是不是他自己写的 那个招书 学下了一个招书 就提到 就是我们要重修理 你看这个 本身这个 这个做法 也反映出 就是跟中国的世界 这个交流 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 就是新的朝代进来以后 我们对前朝 要进入 要重新修他们 前朝这个历史 那么他的说法 就是这样 修是乃万事 不朽之大典 祖宗之圣 那么三代十路之后 绝而未序 就是六国始之后 绝而未序 当然还是有一些的 对吧 那起飞一大缺憾 他说现在我们要 振兴成 我们已经五门专权 对吧 我们已经得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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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推翻 所以我们要振兴 振兵 固开死局 所以呢 想继承这个 祖宗之谚 蓄语 广式文教育 天下 然后 他们三个目的 很明显 叫做 正 君臣 民愤之谊 民华夷 内外之变 以树立 天下之刚常 那么从这个 传统来说 从这个 说法来说的话 那就是 跟中国史上 这个 修转正史的 传统 跟你说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为了这个目的 我就 那个 那个右边的 这个 这个图 那日本 直到现在 为了东京大学 我其实 今年那个 夏天 我还去了 这个东京大学 他们还是有 史料编撰所的 那其实就 修史馆 就 搬过 就是搬过去 那日本 他就开始 为了 这个要 重修正史 对吧 要取代 这个大日本史 日本史 是德川所修的 对吧 我们要 新的这个潮来 这个我们现在 新的一潮了 但我们要 把这个 大日本史取代 那么如果 这个取代 这个大日本史呢 他们就 注重这个 重新收集这个史料 那么这也是一个 另一部分 那么谁在做 这个事情呢 当然就是考据 像重演 阿姨这样的人 那么你对史料的 这个收集本身 也就让你 比较荣誉 去跟那个 兰克学派的 这个史料 批判的 这个传统 相接 对吧 相对接 所以这个 也是另一个 一个原因 那么 但是呢 这个如果说 修史馆 是一个 所谓日本 这个学院派 史学的话 那在学院派史学之外 还有 所谓的这个 他们称作为 新闻史家 大九宝利谦 大九宝利谦 是一个 日本史学的 一个专家 他把他们两人 其实他们的追随者 称作为新闻史家 那么 这个 称呼我们不管 但是 可能一更明确的 一个称呼 就是负责 于基本身 他提到了 他写过 文明论子 概率 和 劝学篇 当时 他这个 提倡的 这个字 这个就是 可以说 明智维新的时代 一句非常 响亮的口号 就是我要 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 那这个字眼 从哪里来的 其实是负责于基 把这个 英文 这个字眼 或者 欧 这个欧洲语言 里边的 这个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翻译成 文明 但他的 他翻了两种 一个叫文明 一个叫开化 其实对应的这个 欧洲文字 就是一个字 civilization 他认为这个字非常重要 他说这个 他完全接受了当时 这个西方的一种 种族主义的一种 对世界民族的 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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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定 他们认为就是在 1970年当时 那个这个 中国的一些 去英国的外 外交官 什么 也有这样的 对这方面 做了描述 就是说 中国的全世界 所有的民族里边 有开化的民族 文明的这个 这个民族 civilized 还有是 semi-civilized 半文明的 还有就是 野蛮 野蛮 他们指的是 非洲的 这个土著居民 澳洲的土著居民 和美洲的土著居民 他们都是野蛮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文字 对吧 那么 semi-civilized 半文明的 人是什么 就是他们认为是 这个 中东的 和 东亚 特别主要是 东亚的 中国和 和日本 都是半文明 然后这个 文明的 那当然就是 西方的 就是欧美的 对吧 那么 富士渝基斯特 其实接受了 这么一种 一个 一个这种说法 然后他说 为什么东亚文明 是半文明的 就是说 我们有 很好的一个 文化传统 我们有很多 贤者 对吧 很多圣贤 但这个 圣贤还不够多 我们的民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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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开发出来 所以他要 civilize 对吧 要把这个 一般的 普通的民众 也接受教育 所以 负责于一个 他的这个 学术生涯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 创办了 清英大学 清英私属大学 对吧 清英艺术 对吧 这个 后来现在还是这样 这么这么 称呼 他就是要开名字 所以他要文明开发 那么文明论质概率呢 他就其实 是提到了 他这个教育宗旨 但同时也是对日本的这个历史的写作指出要指出一个方向 就是其实这个方向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梁启超的那梁启超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基本上就是从军史 君主的军史到民史 人民的民旨 那他没有 他也有这样同样的说法 但是他基本上是说文明开发的一个宗旨就是要把人民的这个发展 日本作为一个民旨 日本人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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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旨的开发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么他后面跟从的一个人就是天口冒记 天口冒记编了这个湿海的杂志 然后出了两本非常重要的这个著作 比较小的册子 所以他称之为小史 那一本就是日本开发小史 另一本叫支那开发小史 然后就很快就成为那个上校署 那么他在这个日本开发小史里面他提到 其实他说我们这个东亚这个史学这个发展 特别中国这边过来的这个体材啊 其实有多种 他认为假疑的过情论啊什么 就是史论体 他说我们其实也有像西方这种章节体 他没有这么具体说是章节体对吧 西方这种历史叙述 就是加叙运的这种叙述这个体材 他称之为史论体 西弄太 那么他就是他用这个 他就做了对负责于己的这个文明史的这个提倡 做了一个实践 他就写了这个日本开发小史的 支那开发小史 那么很多人也有人对他进行批评 那么他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就是我说那个师尊专这个专次郎啊等等之类 后来他们才写这个支那史啊什么 都是跟他有关系 他也是一通到底 从上古一直到到这个 现代 一直到现代 那么他还组编了这个《史海》杂志 也是为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 但是呢 我要提出一点如果你们看这个《史海》杂志 也看这个《史学》杂志 这两本著作发表的人物里面有重叠 就是说学院派的这个史家啊 你如果说是《史海》杂志上面发表 而《天空冒击》也在《史学》杂志上面发表文章 所以他与学院派也有他的交集 那么对于说日本史学这个现代化这个过程走的是两条轨道 那这个两条轨道的话呢 也是后来的这个日本学界基本的这个认同的一个共识 就是新闻史家提倡用进化的用民族的视角来冲写这个历史 学院派在那个时代还比较侧重的是怎么样考定这个史料 把这个史料这个真实性确诊下来 但他们两者之间没有这么特别的对立 那如果要说中国做一个比方的话 那就是王涛 王涛你要知道这个美国汉语界那个 这个所谓的那个一个 我们都知道他的著作叫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这个科文 对吧 科文的第一本这个专注写的就是王涛 他把王涛看成是中国新闻学之父 那王涛其实对普法战绩啊等等之类 一些著作历史的这个著作里面 其实已经开始受到了这个叙述体的一种影响 但是王涛跟那个中国当时的官方的 那个比如像柯少敏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 那这一点也是跟日本有相差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那些复制鱼姬本身 他对学员派的这个充严安逸的没有很多的交集 但天口貌集 跟那个学员派的像那个充严安逸和这个九米邦武 新野恒 他们三个主要的主要人物 有很多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就说他们 就是日本在在这个明治政府啊 决定要研修大日本史之后 就是把日本史大日本史要进行改造的时候 所以考据学出生的这个 从严安一教育法无和心眼痕 发现大日本史里面有很多这个错误 史料的错误 而这个史料的错误 为什么办这个史料的错误 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用这个道德史观 特别从严安一发现 有一段故事 就说这个 日本的天皇 跟那个有一个和尚 两人的对话 那么后来他考证出来 认为这个和尚根本就是 子虚无有的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 我们要重修历史的第一步 是应该重新考定这个史料 他们把日本的以前这个文献记载 包括这个太平记之类的 都做了这个史料的这个批评 那么当时这个批评也牵涉到 这个日本皇室这个延续的这个传统 因为当时日本已经在开始提上所谓的这个万事一系 对吧 认为这个日本的这个天皇这一系 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跟中国都不一样 中国有很多断裂 有各种朝代的这个这个新衰 对吧 但是日本没有 日本就是天皇一系一直下来的 从那个 从那个日本的最早的 所谓的一个女皇 叫叫叫叫那个半人半半神的一个 叫阿弥塔拉斯 一直下来 就是万事一系 但是从眼安逸 九米邦五等人就看到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是神话的一些一些性子 他们的工作其实有一点像那个 胡适不及刚刚的那个后来做的这个故事变 但是呢 同时他我知道 因为学研派跟那个富泽玉吉他们的交集 他们也看到了这是 这个叙述体的重要 因为变连体 计算体都有叙述这个成分 但是变连体这个叙述成分比较相对比较少一点 我们现在记得司马迁的这个著作 很多都是因为他这个叙述的故事非常之生动 所以他们其实也已经注意到 这个历史叙述这个体材这个改变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当时的话就是有一个人 对这个从眼安逸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人其实不是一个 所谓正宗的这个史家 英国的一个史家 他的名字叫这个 蒙西 蒙西 或者把他翻译成蒙西 他是一个外交家 在大英帝国的许多海外殖民地任职 他1876年到了日本 那正好遇上了西乡龙胜的发起的西南战争 他就在1879年 他就写了一个本一本当代史 就叫这个 薩斯玛 Rebellion 到现在为止还是 大家知道西乡龙胜 在东京的这个上演工业里面 还有西乡龙胜的这个雕像 那这个人物我想 大家做日本史都应该知道 他是所谓的明治三杰之一 因为当时这个 他是那个这个 这个薩摩藩的一个 一个武士 下层的一个武士 参与了就是推翻这个德川幕府 他是当时这个 反德川幕府这个军队 后来变成一个 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 明治天皇的这个支持 因为他要王政复古 对吧 王政复古 就是把德川幕府的这个权力 收回来 交还给天皇 那么与明治 其实明治天皇当时只有15岁 但是不管怎么样 明治天皇站在他们的这一边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德川的这个军队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叛军 那么他们 他是像是当时 他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站在天皇这一边的 这个反叛军的这个总司令 但是他们在这个 明治 违行成功之后 那那些武士 他们很快就是 半步的把这个市民社会 取消 那在武士一下就失去了 他们已经享有的各种特权 那么招致了武士的很多的不满 那么他们就去找西乡农村 说我们 帮助你们 主要是我们建立的这么一个明治政府 但是我们这个明治政府没有得到一点点好处 所以西乡农村觉得也已经不忍 所以他就退回到 他从这个明治政府里面退出 回到了这个 这个 萨摩帆 然后他就后来 聚集了很多人 他就挑起了 这西南战争 要问责于 那个明治政府 那对于问责于 他以前的一些同志 那么他当时 这个明治军队呢 就把他给打败了 所以西南战争呢 后来西乡农村就这么 切腹自杀 但后来他变成一个悲剧的英雄 所以我说上野公园 到现在位置还有他的这个雕像 牵了一条狗 非常非常显著一个位置 那么这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Mansi这个 这个就写了这么一本书 但他的写法呢 对对当今史家来说是并不陌生 他就是常文中的叙述体的这个这么一种写法 就是加序加义 对吧 按章节体 共有十九章分三部分 分别是日本名字为简单回谷 沙漠藩 在当时这个 一个沙漠藩跟长州藩的 对吧 这两种非常重要的两个藩 推翻了这个德川幕 德川那个幕府政权 对吧 然后他又提到了 跟着之内 然后他的这个对手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跟那个西乡农村 原来是朋友 但大久保利通站在了明治政府这一边 跟那个西乡农村 交战 但这本书对于从严而言的影响非常大 他就是认为我们要对传统史学进行改造 两个方面 知道两个方面需要进行改造 一个改造就是说 由于道德史观的影响 我们对这个史书记载的一个材料 这个审定 是不严密的 为了道德这个说教的缘故 我们经常会 这个歪曲史料 对吧 就是所谓的这个为尊者会 为贤者会 避避会之类的 或者说 编造 这方面 但第一个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对这个 史书这个写作这个题材 也要进行改造 也要进行改造 两个方面 那么当时就从严安逸 就看了这个书之后 对英国史家就颇有兴趣 所以他代表了修史馆 委托日本驻英国大使馆的里边 有个文官叫莫松先生 在英国募设一位史家 写一本西方史学发展 这一本这个通论性这个著作 那么他就找到了一个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就叫 就叫 策尔菲 他是乔治 古斯塔夫 策尔菲 然后呢 当时去匈牙利人 他这个人其实是 就是什么 是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叫英国的病人 里边的这个故事 就是以他的这个生平 为基础的 这是新拍的一个电影 咱都知道 这个策尔菲这个人呢 其实是一个叛国者 也可以说 这个电影里面 看他是一个 为了爱情人 不管怎么样 他是 反正是在 匈牙利的话 应该他是一个叛国者 不管怎么样 他后来他就 退出政坛 到了英国 就开始这个 休息历史 最后成为这个英国皇家使会的 的一个会员 那么当时这个莫苏仁先生 可能也找不到其他人 因为当时日本的这个地位 本身在国际地位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策尔菲 他认为他说我们给你钱 对吧 所以你帮我们写一本 这个欧洲史学 发展的这一本 这个史学史的这个著作 那策尔菲就比较交短的时间 就写成这本书 叫Science of History 他就一共印了300本 其中一半被运回到了日本 这本书很有意思 现在借助这个史料的一个数字化 这本书我以前一直想找 日本这个东大 这个图书馆肯定是有一个 但是后来 居然在这个网络上面 是能够找到 有一个Internet Archive 这个图书馆是可以找到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私人印的 因为修士馆叫它发的 那这本书呢 后来被这个一个 名字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翻译 叫中村正直 中村正直 把它翻译 把它翻译出来 那后来中村正直实在太忙了 就没有翻译 后来找了其他人 把它翻译出来 但他当时这个 这个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本书 就是日本当时 中村正直就把它翻译成史学 但是他其实这个 原来的那个说法 叫做Science of History 就是科学史学的意思 他这本书写得很厚 写了773页 但他就是把这个 西欧洲史学的这个演化 做了这个勾了 其实他到他只是在 德意志史学 他只是占了一个比较少的部分 但是他指出了这一点 他德意志地区的文化 一向落后于英法 但到了19世纪 德意志地区的历史研究 突飞美金 在欧洲已经首屈一级 所以他说 德意志史学出版的 不下于254种重要的一种数据 其作者名单当中 包括了兰克 不过有一种地方 他 没有把兰克看成是一个领军人物 在19世纪下半年 作为一个领军人物 但是他提到兰克 跟他刚刚比较像 特莱奇克啊等等 一些一些人物 他也提到了 他把兰克放在中间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这本书呢 后来翻译成了 这个论文以后的 这个 但其实那个谁啊 那个 从也安逸 也能够读英文 他后来变成 日本史学会的会长 他的这个字词 他是用英文字的词 但他英文词到底怎样 我想可能阅读啊什么 可能还是可以 所以 在中生政治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因为这个 策尔菲这个人是用英文写的 他也可能已经看到了 他已经知道这个兰克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我刚才说到了 他们有这个考据学这个本身这个传统在里面 所以他就 去找那个兰克的弟子 那么兰克的弟子 这个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就是沈仁安 宋陈友 北大的那个两个做日本史学的这个学者 也注意到了这个理事 理事 路德威西理事 那么路德威西理事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他是什么样一个人物 他是兰克的 跟兰克相差三十多年 他是应该说是兰克的战传弟子 那他跟兰克有过几次接触 因为兰克后来这个手稿要他来做腾血 所以他是可以说是兰克的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小的一个弟子吧 对吧 但是 他是 犹太人 所以在德国当时找工作时还是受掉一定的歧视 所以他当时也在英国 那也是可能也是通过莫松千臣 接了信 请他到日本来做这个历史教授 他到了日本是1879年 在日本一共待了有15年 在日本还娶了一个老婆生了孩子 他的手的生涯其实就在日本 但他后来的15年之后 他就回到了这个欧洲 还是没有很好的工作 他最后后来去去美国访问 后来得了病 就死在了美国 那么李斯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之后 重要的一个贡献 就是开了这个史学方法的这个课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李斯可以说是东京大学的 那个 第一个历史的教授 因为东京大学在1877年建立之后 他们有史学门 但是招不到很多学生 同时他们又觉得 就是像崇远安逸 他们其实已经看到 就是说 传统这种历史 书写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 已经过时了 所以他们把这个 这个史学门 后来就关掉了 就关掉了 到后来又重新建立 然后重新建立之后 正好是这个 这个李斯到了 到了日本这种时代 所以在他来了以后 他就开始 所以说李斯可以是日本 近代日本第一个历史教授 第二年 崇远安逸新年和九米帮五 他们都转到了这个东京大学 成为他的同事 那么同时 他们也在1889年 就是在修士馆转到 转到东京大学 这个第四年的话 就成立了日本历史社会 所以这个里面 德国影响是非常非常是大的 所以当时这个可以说 后来的 我也注意到了 这个史学杂志的时候 一考据的论文巨多 对吧 当时这个 崇远安逸作为担任会长 但毕竟还是日本人担任会长 对吧 他在担任会长的时候 他就是说这个 做历史 需要什么 至公至平的心 至公至平 就是公正 又是要对史料有一种 至公至平 不能带有一种 道德这个眼光来做 那么 隐私这本书 叫史迪邦邦的这个讲义 也有几个版本 那个日本学者 有过一些研究 在东京大学 还是常有他的这个讲义 影响非常之大 那么但是呢 这个在其他地方 也有几个版本 我就收集到了两个版本 基本上是 他用英文讲的 但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他就是很强调这个史料的批判 那么这个里边呢 有很多作者 很多学者 对这个做了一些研究 有的人甚至说 有一个加拿大学者 叫 叫 叫 John Brown Lee 认为就是说 日本的这个 学生可能这个 理论思维还不够 所以理事的就 没有特别的强调 这个南克史学 这个所谓这个 在这个哲学 或者说是精神这一层面的 这个东西 主要强调这个史料的 批判这个方法 教授他们史料批判这个方法 那么我来解释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 日本历史学的也希望他来介绍 欧洲人如何批判这个史料 所以他这次方法人主要是这样 那么当时他 他有一个一个助教 叫 平静久马山 因为他 平静久马后来也 也去了欧洲留学 他像那个 中国的富士年成一学一样 到了欧洲以后呢 去了几个大学 主要在德国 但是呢 他没有拿学位 他后来又回到了这个 东西大学任教 接了这个 这个 李氏后来走了嘛 对吧 他也出版了史学方法人 这个课 你看 他这个讲 以后来也出版 也很重要 至少 或者一直被用了 可能有二三十年 你看他就在 总说之后 就是史料编 考证编 最后才是史论编 中间讨论史料部分 占了该书的大半 然后仅仅登志起 就是一 一九三九年 他提到这个 日本史学发展专业化 跟那个 欧洲是起头并进的 后来也写了一个书 叫历史学研究法 他也是 讲到这个 从这个史料辟叛为主 史料学 史料辟叛 你看他的这个东西 应该说是 更加注重历史学的这个 史料批判这个程度 所以我就说 这个日本史学 从现在到 其实到现在为止 大家如果注意到 日本这个历史学 研究的这个特点的话 那个葛少公好像就说到 他们以精细 以精细铸成 这个应该说是跟这个 是有一定的关系 跟他们一直注重这个史料 那么这个史丽于说是 中国考试学这个影响 跟南科学派的 相结合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是我要讲到 最后的话 那就是 中日科学史学这个影响 那个时候 我把称作为科学史学 那么科学史学本身 其实有两种形式 对吧 一种形式 那就是 探寻历史的规律 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 这个 对历史学的这个改造 那很明显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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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形式 对吧 一个形式 当然 除马克思之外 那个黑格 对吧 比他更早 还有后面的有 他也 还有比他更早的 那就是孔德 对吧 这个也是这么做的 就把这个历史的 看成几个阶段 整整的发展 这个 这个 找出这个阶段发展的 这个原因 和 每个阶段的这个特点 那么这个本身是一种 科学 史学的一个形式 马克思书 史学当然是一较重要的 就是也是史论派的一个形式 那同时另外一个科学史学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一个类型 那就是 兰克 学派 这么一种做法 对史料的这个考定 对史料的考定 确定 史料这个真伪 那么 但是我说两个 都有他的那个 那个 有他的挫折和转向 那 日本的话来说的话 九米邦 五米邦 这个人其实资格很老 大家知道 这1868年 明治微信之后 当时所谓的 有一个延昌巨士 带了就一个延昌巨士 史结团 有五个人 到 欧洲 和亚洲 去访问 他是成员之一 因为他是作为一个 一个历史学者 去说专门去做记录 后来就是跟崇元阿姨一起 但是后来他写了一本 一篇文章 发表在这史学杂志上面 就说这个 神道教 日本的神道教 他说神道教 只是这个 乃祭天的古书 你看到没有 这是发表 神道乃祭天的古书 那神道的 教当时想 推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 想推的就是那个 天皇的 所谓的万事 天皇的神圣性 但你把这个 神道只是看成 是一个 祭天 这个一个 古俗的话呢 那这个 神圣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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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被这个 抵消了 或者被诋毁了 对吧 被 被瓦解了 或者 所以终于是否定 神道的 这个 宗教性 那么也就否定了 日本的国体 所以 九米半五就在 神道教和当时 这个政府的压力下面 他只能辞职 离开了这个东京大学 那后来 重演安逸 他当时也是 被人称作为 所谓的这个 这个 日本史学 这个抹杀者 他有这么一个称呼 他是抹杀者博士 什么抹杀者博士 就是我们以前 很推崇的 一些日本史学 日本历史当中的一些 重要人物 你都去考证出来 说他们里边有很多 神话的因素 不确的因素 这些之类的 他说 所以他们是 你在抹杀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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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 我想 这种 这种攻击 这个 也可以说 称之为是 历史虚无主义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的话 那 就是他也 后来也被迫了 这个离开了 这个东京大学 所以 当时他们 第一 一就是日本史学没有从这个发展历史规律这个方面去发展 对吧 他们只要从史 史料考证这个方面去发展 但从这个史料考证到了这个日本就是走向 特别是明治后期 对吧 两场战争 甲乌战争 后来还有这个日俄战争 越来越走向军国化 当然军国化我们这个说法一般到309年代才开始 但不管怎么样当时已经开始有这个趋向的话 那 日本是所谓的科学史学这个实践的 有很大的这个受到很多的这个挫折 所以从严安逸和那个救命帮武呢 都是被迫的离开了 新野恒一直在东京大学 但他后来的发表的东西 基本上一些不痛不痒的这个考证文章为主 但是我就说他这个考证做法上还是坚持下来 那么 中国的相对来说的话呢 我就说到了这个张太炎朱一斗是他的弟子对吧 他开始重建古文经学 那古文经学的话就是能要重新 从中国这个这个古代文献当中 把上书为主的那个那些 这个传统重新建立起来 所以他是比较注重这个方法 所以他当时在1905年嘛 他也建立了这个中国历史学会啊之类的 也有一些人 但他后来就是这有些人事纠纷对吧 那个胡适在1917年回国以后呢 也提倡了这个科学性 当时这个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呢 就开始对中国现代史学注重史观这一派的 那做了一个一个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转向 当时那个胡适很有意思的地方 他就提出就是进化论这个思想 通过历史教科书这个影响啊 已经被人所接受 但是胡适回来以后就提出一个观点 他说其实进化论呢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种观念 那他其实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他说把进化论改造成一种历史研究 就是足足孙孙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看一件事情 是从他的祖辈 如果发展他的那个孙子辈 对吧 所以他说是这个就是一个进化论的方法 所以进化论是一种方法 所以他改造成一个变成一个 一个考据的方法 他当时对水虎的啊 对红楼梦的 对吧 因为他基本上还是 还是这个文史则三家 他都他都做的 他用这个方法 但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后来就让这个什么 顾吉刚受到很多的影响 对吧 所以顾吉刚后来就就开展了 这个胡适的运动 用差不多同样的方法 这一点这个顾吉刚也承认 受到了这个胡适的影响非常之大 这就是要要追溯这个源头 在哪里来 那中国的古史这个源头 他查阅之后 应该说是在宋诞以后 才开始慢慢慢慢建立起 所以他就得出所谓的成蕾的这个 这个这个 古史成蕾建成的这么一个观点 对吧 这个观点 他就说其实就是时代越往后 然后这个对三代这个描述是越详细 他说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神话的成分 所以顾吉刚我 我最近对他做了相当多的这个研究 他就是在1920年这个时代 就开始对这个古史 已经有很大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意见 他就觉得这个古史 我们要把它斩断 这些非科学这个成分 要斩断 要重新整理 那么但是呢 这个这一套的这个做法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跟那个日本 现代史学这个 注重史料批判的 有他的这个相似的这个地方 那同样的 后来被取代 当不是说一定是一个挫折 但是也被取代 这个取代是什么呢 就是在1931年左右 就是中日关系的这个恶化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 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 1928一直到35年应该说 3035年 反正这个这个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个人有不同的说法 那不管什么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时候 其实又回到了什么 又回到了这个 史观学派这个发展 这个方向去 那最后就是 社会史论战里面的 很多人物 后来就成为了这个 马克主义史学 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县区 那就是说 又回到了史观学派 主持中国史学 发展这么一个道路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这么一个转向 其实有一些学者 已经提到了什么 新汉学啊 新圣学啊 像罗志田 可能已经有这样的文章 出来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中日史学 这个现代化 这个轨迹的发展 里面的因素 各种的这个 这个复杂的层面 还是值得我们 做进一步的这个 这个探索 我希望能够 我这个 假如我能够 引起一些学生们的兴趣 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还是很 很觉得 就是说 日本是我们的精灵 日本的这个 本身的 这个 从 他们的这个 思想的 这个现代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 有很多东西 值得我们 借鉴 然后那个 其实日本人 其实对中国的这个研究 是非常是关注的 我们因为 一直处在 一直处在一个文化中心的 这么一个 一个位置 对他们的这个研究 不是特别的重视 像葛昭光很多年以前 就提出要用 从周边看 看中国 对吧 他就是 其实跟日本 跟韩国的 学界的影响 交流 也是比较频繁 那 我想 我们可能 进一步还要做 这个方面的 这个工作 东北师大 已经 有很多 这方面的 这个 研究 然后我就是 说到 这个 我的 这本书 其实刚刚出版 那个里边 有一张 这个互动 我觉得中日的 这个互动 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我的 基本上 我今天讲的内容 这个里边 都有 有些设计 那我也跟那个 日本的 一个学者 叫港本冲宏 叫 Ocamoto Michiro 还有 北大理论国 一起编的这本书 也很厚的 这个 六百页 当时我们请了 那个韩国 日本 跟中国的 这个学者 就是说 东亚的 这个西方的 这个 史学的 这一个 一个回顾 那这一本书呢 在有些书评 把它看作是一个 后殖民的一个 学派影响下的 这一本书 就是说 后殖民主义 不是说反写帝国 反写帝国 就是我们 从 从所谓的西方之外的地区 来看这个西方的 这个 对文化 跟我们的进行的 跟非西方地区文化 这一种互动和交流 这一本书呢 这个 我觉得说 也是 前年 这个出版 那么还有就是 我说 日本人其实 对 对我们的 这个研究 对西方学术 这个研究 是非常之重视的 我这个书在 这个筷子 这个书 2015年出版以后 第一本翻成 这个外国文字的话 其实就是 日文 日文把它翻译出来 后来韩国也翻译出来 倒反而是我 自己因为 这个 比较忙 然后 最后中文的翻译 应该是比较 比较晚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说 这个亚洲文化 之间 就中日 中日西 这个几方面的互动 应该说是一个 我们要值得进一步 这个推动 我想我今天 这个 这个讲 讲座 基本上也就是 有这么一个目的 不当的这个地方 错误的地方 请各位批评 执政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特别感谢 这个王清佳老师 他用这个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应该说是 比较系统 详尽的 这个产生了 这个 近代以来 这个中日 两国史学 现代化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 从这个史料 从史观 从这个中日 西方 三个维度 讲述了这个 中日两国 在这个近现代 这个史学的 这个发展历程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时间呢 交给各位 就是各位老师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今天呢 来听讲座的 这个老师呢 不仅有我们东北 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所的老师 还有这个美国史研究所的老师 还有其他专业的老师 还有同学 同时呢 还有国内其他学校的一些老师 和同学 各位老师同学 如果提问题呢 老师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你的麦克 那个 然后直接提问 那么同学呢 提问 请你 把你的问题啊 写在这个 那个三帖板上 写到这个 后台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选择性的 给予这个解答 那么下面呢 先有请我们史学理论所的 这个 王少丽老师呢 予以点评 王老师您好 网上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很久啊 我们没有静静的坐在电脑前 然后享受一场高水平的学术讲座 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学人 学生 学者 都是一种 非常踏实的一种幸福 我呢 这个研究的不精神 对王老师 呃 今天晚上奉献这场讲座里边提到的中日史学呀 也致志甚少 但是我仍然能从这个讲座里边 获得一些方法论方面的启迪 我想这就是我学习的最大收获 所以我想用非常简短的时间 来谈一谈我的学习体会 我觉得王老师的著作 这个新著讲史学知识的互建 比较 延续了以前这个全球史学史 和他的这个恩师 伊格尔斯先生 所一直倡导的这个一种新的史学研究的礼物 那么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用宽广的视野 渊博的储备 关联性的思维 特别是全球史学史的思维 为我们重新建构了一幅东亚史学的知识版图 呃 向王老师汇报的就是最近呢 我和我的博士生也在关注西方史学领域里边 一个新的关键词 就是history of knowledge 知识史 如果我们把历史学也看作是一种知识的话 实际上今天王老师给我的启发 就是他用全球史的方法 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实证性的优秀的范例 就是如何看待史学知识 那我想史学知识的生产的过程 他的关键词 今天王老师的讲座给我的启发 第一个就是服术 史学知识同样应该有一个重建服术的 这个知识的这样一个过程 史学知识的现代化里边有一 但是一里边还有多 那这个服术实际上这个知识的第二关键词 是在流动中形成的 今天王老师的讲座里边涉及到 西方的现代史学知识 涉及到兰克 涉及到美国 涉及到英国 然后还有东亚的中国和日本 他让我们看到 知识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这个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那么他告诉我们基本的道理 就是近代史学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存在着一个在地化的过程 就像伊格尔斯老师早年在这个写兰克 在各个国家被接受史学接受 Historical reception progress 这个过程当中 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一样 史学知识经过了选择和再建构 那么史学知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在传统的发明的过程当中 深深受到了这个史学的内史和外史 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今天的这个讲座 可能给王老师的时间非常非常短 这么庞大的复杂的这个因素啊 我是觉得让我们觉得这个领域 史学知识使全球史的角度 去重新书写知识的流动 真是别有洞天 所以感谢王老师的启迪 我也提不出什么有见识的这个问题 我想还是宁请高明 请其他老师和同学提出自己的见解 再次感谢王老师 谢谢 谢谢你少丽啊 你这个太客气了 太多这个医美支持 我确实带着一种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非常这个谦虚的一种态度 来跟大家交流 我很希望因为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值得研究 刚才少丽说的 但是呢我们的研究还是不够啊 那有一些年轻的学者 我认为在在南开也也也也兼职啊 有有一个学生在现在在日本做做这方面的这个这个这个比较深入这个研究 日本的民智史学的这个传统的发展的之类的 跟传统的关系啊 整个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这个空间可以做 这个日本当然是有一个不好 就是不太方便的地方 他们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啊 比较落后 比较发较这个他们的这个著作 查论文案是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他们的这个还在往这个方面走 那将来的话我想嗯还是应该有很多这个天地可以做 嗯我看到一个问题啊 折东史学的中国传统史学对建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啊有影响 那当然比较重要我们也提到的一个人 就是当时朱熹祖在1905年 在北大担任史学主任的时候啊 他就请了在当时在高师啊 北京高师任教的这个何秉松啊 何秉松就是所谓浙东学派的 有人把它称作为是一个殿军啊 当然张学成应该是是一个是一个殿军的 在清朝 那么那何秉松是把他这个啊 他写过这浙东史学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论著 当然他也对于张学成的这个史学 包括这个通史的这个写作 他有通史心意这个著作啊 所以何秉松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人物 那么浙东史学其实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跟跟经文经的这个传统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就是怎么样啊 深发出对于历史的这个啊 这个意义的意啊 这个这个史意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进行进一步的惨法 所以这部分的影响我应该是啊 值得更多的研究 那如果说在最新的话呢 那浙东史学后来还有一个研究 这个中国史学做的比较出色的一个前辈学者 当然已经过世叫昌修良啊 昌修良跟魏德良 他们两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啊 写作的第一本中国古代史学是简编 好像这样的一本这个著作 所以那而且这个昌修良本人也编了那个张学成评传啊 写了张学成评传这样的这个这个著作 所以浙东史学这个发展啊 本身是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前面那个那个张张太炎啊 包括朱熙祖本人都是从从这个区域出来的 我觉得应该只能更深入这个研究 我只是对几个人物比较比较注意 朱熙祖本人是张悦成啊 不张太炎的这个弟子当中啊 张悦成啊这个张老实说 应该是张太炎认为这个朱熙祖最有这个 潜潜力从事这个历史研究的 是所以这我觉得这部分的进一步的研究 我希望这个梁老师啊 可以这个进一步探讨 现在医学史的书写啊 医学史当然现在南开南开是非常非常这个热闹啊 我觉得是做的对的 那么南开的话 这个本身当然于心中我也比较熟的啊 他跟那个梁其之啊 这个有一点这个交流非常互动非常频繁对吧 梁其之当时在这个中研院史玉所担任过研究员 后来到香港一直从事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所以当然这个史玉所成立了这个声明科学史啊 声明医疗史的一个研究史 那时候可能在90年代上级末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啊这个但是从从那个书学体材来说的话 应该是没有很大的关系啊 当然这个部分是啊科学史的这个发展 本身的医疗史的发展包括清干史的这个发展 都是体现出我的观点是体现出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 一个跨学科的这个方向 所以说如果说啊20世纪100年以前啊 20世纪这个29年对吧 1929年的时候是能年建学派啊 这个建立嘛 年年年年年杂志的时候 不一定是这个学派对吧 这个出版是历史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结合 当时社会科学主要是经济学心理学 社会学和人人人口学啊 这个几个交流 那么到现在100年之后啊 应该说啊 这个历史学的一个进一步科学化的一个方向 就是跟自然科学的这个结合 那是那是非常这个 那么自然科学这个结合的话 跟跟后现代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 跟后现代这个主义的观念 特别是因为啊 福科这个人非常重要 福科这个人他就是啊 啊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这个 这个近现代历史学啊 这个它是第一个注重就是所谓的对身体的对吧 对医疗的啊 这方面的这个呃研究 那毫无疑问 那毫无疑问 其实十余所 台湾十余所的啊 这个医疗史的这个生命史的史的这个研究 跟年龄学本影响是很大的关系的 里面一个主要人物就是那个啊 非常可惜的后来接受了政界啊 让我们不齿的就是那个杜真顺啊 但是我在研究台湾史学的发生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杜真顺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大的 然后他的对他自己倡导这个生命史学 医疗史的这个研究 跟年龄学本的关系 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阐述啊 那还有一个文章 从南师范大学的这个田松优是吧 啊那个富士年长期作为中 德史学教育的强梁史人物啊 啊 我其实有一篇文章的 我有一篇文章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那个在实施研究啊 应该是至少十年以前了 我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就题目就叫科学史学乎 科学古学乎 就是强调这个富士年的这个史学这个传统 那富士年是不是中国的兰克 我觉得不是啊 那因为王范生确实在 在他的书里面就提到 文章里面提到 就是富士年其实到1941年才开始买那个兰克的 这个著作 41年 1941年啊 因为他是有这个 我也看过十余首这个富士年档案 他的长书 但是他我注意到 有一本长书的 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说他是科学古学 就是富士年在 留德的期间 当然是受到了当时整个这个 德意志学术的发展这个影响 对这个philology 这个就是philology这个翻译 沈慰蓉把它翻成语文学 我还是喜欢用那个胡适这个翻译方法 那就是这个文字学 文字学 但是富士年本人后来把它翻成这个语言学 所以就他成立这个史语所吧 历史语言研究所 这个其实就是 英文这个标题就比较重要 就是intitud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不是linguistics 还是philology philology应该是文字学 就是一个古文字学 或者比较语言学 这样一种说法 那么那个语言学 这个philology 作为一个历史的 近代史学 这个一个方法论上面 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 刚才提到几本书里面 所谓的历史学的辅助学科 那些那些这个方法论 这个著作里面 辅助学科的第一个 往往就是philology philology 就是其实对文献的这个考证 那么这文献考证 其实也包括对古物的考证 那就是博古学 我认为是博古学 antikurian antikurian 就是两者是一起的 那么古学这个研究啊 就是古代学问的这个研究 德语就是 这个古代学的这个研究 对于富士年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富士年后来回来以后 就第一件事做的 就是到英虚去 搞了一个这个考古团 到英虚去发掘 所以他是对古学这个研究 而且他有一本书 当时就是古学的这个导论 这个书 他是买来的 德文版 他买了以后 他看了第一卷 他非常重视的看第一卷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富士年这个影响 跟那个 跟那个 就是跟那个西方古学 这个研究 对河马史诗的考证 对一些传说的这些考证 是通过对文献 跟物质 就是这个物的史料 跟文的史料 结合起来 所谓的二重证据法 应该说现在这个说法 二重证据法的这样 这样一种 一种这个方法 结合起来进行做的 那富士年这方面 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他 是不是受到兰克史学 直接影响 我认为 应该说是没有 应该说是没有 或者是非常小 这个整个氛围 有一点影响 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 那个包括陈英雀 也是主要受到 Philology这个影响 我最近写一些文章 提到陈英雀 这个学术这个转向 陈英雀本身 他这个研究 他也是受到了 这个Philology 当他跟那个 富士年两人 多修这方面的课 也修了这个 凡文课之类的 那当时他影响 也是主要在 在这一方面 跟那个 这个 跟兰克的影响 是不是很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 汪主先生在 他的陈英雀评论里面 提到这个陈英雀 受到这个德国兰克 史学这个影响 我认为 这个根据不足 我只能说这个 有一个 这么一个传承的 这个氛围在 他们受到了一些熏陶 但是直接影响 还是从Philology 这个传统 从文字学 或者语文学 这个传统出来 东亚半文明状态 这个概念 新时代史学 应该如何看待 刚才讲 中提到的 中亚半文明 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 本身来说 我是觉得是 一个非常种族主义 而且这个种族主义 本身是一个 非常荒谬的 一个理论 我只是要举一个例子 种族 把这个世界的民族 分成比较 黄种人 白种人 然后有红种人 也有人说是红种人 把美中印尼 还是看成是红种人 之类 但是其实是非常荒谬的 这个建构是非常荒谬的 因为知道这个 在英文里边 这个白种人叫 Caucasians Caucasians是高加索 OK 是在那个地方 高加索地区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你去细分 他这个科学的发展 来说的话 科学 所谓他们用科学 这个人种的区分的话 那其实他的这个 白种人 也包括了中东的人 阿拉伯人 中东阿拉伯人 那当然也包括 亚里安的话 也包括这个印度人 那你想看 这个根本就是 就是非常荒谬的 一种一种做法 对吧 根本就是 不是说我们只是看 那个什么金发碧眼的 这个才才是白种人 所以这个荒 这个种族主义 到最后就是 就撑不下去 他这个划分是 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但是呢 当时就说如果从 当时的史学这个影响来说的话 虽然是非常负面的 非常非常 可以说是一个反动的 这么一个学说 但是当当时的这个推动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重要 就是说半文明 为什么半文明 你们读那个半文明论之概略 那里边他提的很清楚 半文明就是我们有圣贤者 但是我们的这个支持没有下沉 我们的一般的民众实在是太 这个这个文化的水平太低 所以他要做这方面工作 日本因为文明开化 文明负责一切提倡文明开化 日本的这个这个扫盲率 是非常教育 这个普及率是非常成功的 到20世纪初年 日本的八年受教育这个这个率 已经达到了95%以上 这是不得了的 而且是男女都一样 这是这是在全世界 都是走在非常非常前面 所以这个跟负责与这个文明开化 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这一点这个成就 是没有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成就 也不是说是这个凭空出来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德川这个时代 当时可以说 他们有人估算 日本的十字率 女性都有百分之二十可能 男性的话百分之四十 所以也是在世界 也是走在前面 那么基于这个基础 他们后来这个 所谓的这个开化 所以这个方面 应该说日本走得比较前面 他要把这个文明开化 把所有的这个日本人 都受教育 为啥八年的话 因为他们当时接受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教育制度的这个形式 就是五年小学 三年初中 八年 到后来才讲 这个这个加上高中 四年就十二年 对吧 在中国还是不太一样 那日本在翻译 新方学书都非常积极 原创性再如何呢 这一点 我一下子可能举不出很好的例子 但是我就说他们对这个 我并不是认为 好像日本人只会模仿 因为他们其实有一种很强的 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么一种意识在里面 所以说他们看起来 对这传播西方的东西 特别特别的积极 西方一本比较好的著子 他马上就翻译成了这个这个日文 那同时他们在 你如果听他们这个 做的做的一些讲座啊 听他们跟他们交流的话 他们其实很想凸显 日本的这个 这个文化的这个自主性 那他们也做了一些 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比如讲 像西方学界 其实对现在这个 这么严密的史料考证 这么细小的题目 这么做法 已经不流行 那他们一直坚持他们 他们这个做法 所以也造成他们的一种 一种特色 那么同时他们也并不是说 完全没有 这个概括性的这个研究 比方完成真难的 后来这个岛田前次的 对中国思想史的这个研究 你要知道哈佛大学 在包毕的那个 那是可能是90年代的时候 哈佛大学要开中国思想史的 这个专门课 他们请的是日本学生 没有请中国学生 因为对西方学者来说的话 日本学学者既有他这个史料的 这个这个方面的 这个很深的一个一个根底 他同时他们也有很多的概括性 比如说那个 中国史学界 那个中国日本的这个 中国史学界的 岸田美岸本美序 他对很多的这个 很多这个中国明清的 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 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所以你说这个很具体来说的话 还是日本学者 还是有很多新的概念的 比方说全球史的这个研究 那日本原来东大的校长 现在已经退下来 叫宇田正 那跟那个葛昭光先生 有很多的这个交流的 那宇田正就提出 我们不要称全球史 我们要做新世界史 等等之类 他有很多这个概念上的一些 一些探讨 所以这个部分就很难说 他们的这个这个 有一定的非常原创性的东西 其实原创这个东西 本身有一点是一个 一个一个 比较难以界定的一个命题 我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在原创的 原创的也是在吸收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前任这个基础之上的 一些一种 创建吧 所以 我并不把他们看得非常低 他们只会嘲嘲 或者说做做翻译 这个翻译本身 我是觉得我们要开放以后 我们有深入的了解 那日本学者对 对当代西方史学 这个发展 这是这是了解 是非常之透彻 这这一点是 我是也是非常非常这个 钦佩 他们愿意花这么多的精力 而且日本学者 比方他们研究坑德 坑德不是那么容易研究 中国有几个 这个哲学工作者 对坑德有深入这个研究 日本有 有可能有办法 对吧 所以这个部分 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那么 那我不说其他地方 那日本的这个诺贝尔奖 获得者就是非常多 他们也有 也有他们的这个 在吸收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 很多的一些创举 嗯 嗯 日本开始什么都接受进化论 代表人物有哪些 非常这个 进化论是有的 当然是社会学 别人像那个 日本在社会学 这有一个叫 叫西州 啊 这名字叫西州 啊 东周西州 这个西州 啊 他就对对进化论 但是据我所知啊 我这个知识储备 鬼人不一定够 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对这个进化论 这个 呃 接受 比较早 比较快 就是明六社啊 明治所谓的六社 明六社一些人物 基本上他们都是 像负责于基 他们也也可以说是 这个进化论这个影响 因为他说半文明 半文明我们要开化成 成这个这个文明 那有的啊 但是在日本史学界 呃 提倡者啊 据我所知不太清楚 啊 但是实践者有啊 像纳克通事他们等等 那 那包括日本的这个 这个后来对于东亚的 这个侵略啊 他们要这个 justify 他们要合理化 这个这个侵略的时候 也是说我们进化了 呃 中 朝啊 朝鲜跟中国没有进化 我们要去帮助他们 他们进化 那帮进化就是有的时候 用用用武力来这个征服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是 但进化的本身 就是像康尹伟啊 或者说梁启超啊 这样一些人物在日本世界 好像 我举不出来啊 没有人做这方面的这个 特别的这个啊 探讨啊 也许就是就是就是那个 啊 负责和填口啊 填口就是日本 开花小史 对吧 开化嘛 就是文明嘛 那就是文明进化 开化的一个过程 啊 所以这个civilized 啊 这个这个过程 我想 他可以作为 作为一个人物 啊 来探讨 那他是学经济 一开始说 学学学经济 出生的一个 什么一个学生 天空冒击 我在北大带了一个硕士生 他他写了一本 硕士的文 就是以天空冒击 天空冒击这个人 还是值得 做进一步的这个研究 嗯 还有呢 哪位老师 我杂宇 你是贵州社会科学的这个编辑是吧 啊 是 是 王老师 你好 你好 谢谢 谢谢你 非常感谢 好 谢谢 王老师好 小西 小西好 这个 呃 谢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讲座啊 就是我一直觉得 王老师的研究啊 在这个史学理论领域 呃 一直有一个 引领新潮的这样一个特点 呃 就是中 日 西 三方史学的这个交流 哎 我们国内的学者 做这个 就是大陆的这个学者 做史学交流的时候 一般都是 侧重于中西啊 中日 基本就没有 而王老师呢 哎 这个选择中日 同时呢 又兼顾到这个西方史学的这个背景啊 所以呢 我觉得 呃 是对我们来讲 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啊 那王老师在这个讲座里面啊 重点是讲到了这个中日啊 史学现代化路径的这样一个异童啊 是讲到从这个十九世纪啊 到这个二十世纪前期 那么这个史学现代化啊 在王老师这个讲座里面 重点是讲这个科学史学啊 特别是注重这个考证 当然了也有这个这个史观方面的 比如说进化论啊 方面的啊 但重点可能就是说 注重这个考证 这个求证啊 求识这方面 那与这个相关的呢 我就想请教一下 这个王老师啊 因为啊 到了二十世纪后期的时候 这个后现代史学的这种观念啊 八九十年代以后 其实基本上是同时传到了中国和日本 差不多是啊 在在日本我我不是太了解 我估计也是在这个时候啊 那我想呃 请教王老师的问题呢 就是说呃 在这个后现代史学观念传到中国和日本之后 那么中日史学界在看待后现代史学的这个呃 呃这个这个理论和方法的时候 那么有什么呃这个意同呢 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 谢谢王老师 嗯 嗯 谢谢呃呃 俊东啊 也就是不能称他为小谢了 他现在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中年的学者 哈哈哈哈 对呃 这个呃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其实也可以看出这个中日史学的这个现代化的不同 一方面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对后现代的海灯怀特还被请去日本啊 啊做过这个讲座啊 那些但是主要的人物还是一些做这个欧洲史的或者说欧美史的一些学者啊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我在其实编那本书啊 就是那个就是Western Histography in East Asia啊 这本书里边啊 收了一些文章啊 有一个日本的做法国史的一个啊 一个女学者啊 女教授东京大学 他写的这个海灯怀特的呃 在日本的这个影响的接受啊 之类的 这部分是没有问题啊 他们也是比较注意的 非常注重 但是也有批评啊 也有批评 但是有一点 我如果比较有兴趣的地方 他们其实对日本史学界主流 所谓的主流学者来说的话 他们还是以精细考证啊 这个史料的批判 呃这个传统为重 所以他没有这个 其实如果说从兴趣的这个浓度来说 没有中国学者这么注重 那为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因为 中国一直有这个史观学派的这个一个传统 从近现代以来 一直有这么史观学派这么这么一个传统在 所以我们对这个理论的这个这个兴趣 他在南开上课 以这个为基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看起来好像他是做方法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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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对吧 可以说是跟那个胡适他们这个所谓的新汉学 是有一定的这个交流 那其实他的这个数字 我们如果去细读的话 还是很多这个理论层面这个 啊 讨论 所以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中国学者的这个 应该说是 我只能说这个 顾结刚 胡适他们的古时兵运动 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考证学派的一个 昙花一现 他发动了上面一场运动 这个运动 但是这个这个运动 很快就被取代了 所以中国学者的这个 向来就是这样 那90年代 也是一个所谓的那个三大那个王学典 对吧 有提到也是一个新考证运动起来 但他对对此有很多的批评 很多批评 就是说这个一种关怀 中国史学界这个关怀 我没有说这个关怀不好 我只是说这个关怀 跟我们的传承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或者或者说就是我们 从1949年之后的 整个的这个 这个 研究的发展方向 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史官学派 这个道路上出来的 那就在台湾史料学派是 有很深的这个影响 到现在为止 所以台湾的这个后现代 主义的这个 我在 我那个后现代有历史本书 最早在台湾出版的 但出版之后 你知道这个黄敬兴 当时他们的史与所 就是想搞一个项目 叫拦截后现代 拦截后现代 他还要坚持他们批判 史料批判这个 这个传统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不一样 我说是中国大陆这个学界的 这个 整体的这个倾向 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这个重视 其实是一个例子 那日本学者重视 但是没有那么重视 这是我的一点观察 谢谢 好 谢谢王老师 哎呀我刚才关麦克了 时间已经十点了 这个晚上十点了 已经挺晚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这个王老师 这个不辞辛苦 而且还起个大早 给我们 没有没有 那一场结束的盛宴 非常感谢王老师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同学 好 谢谢王老师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东北市大的邀请 好 王老师再见 非常非常开心 谢谢王老师 再见再见 再见 以后还有机会 谢谢